的話一樣的方式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把剛剛產業別這個地方改項目 然後把 R 後面改項目 再來把 S 放在 4 回圈裡面 否則會出錯 OK 那我們一樣的方式 再來就是說判斷 因為我們是多重判斷 所以我們前面好像有用過 如果你的條件不只一個的話 一樣 if then 然後一定是 end if 不過中間多重判斷的話 就是 else if else if 就第二個條件 什麼呢 cb01.test等於什麼產業別 那一樣 call 快速分類產業別給它 4 else 給它 5 else 給它 12 這是 12 藍 所以這樣子完成 else 就是除此之外的話 因為除此之外什麼呢 除此之外就是好像輕選擇 不在這個項目之內的話 就怎麼樣呢 跳離回圈 跳離回圈 不是跳離回圈 跳離這個程序 前面還有用過 跳離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做完畢之後有沒有 我們來 run 一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最好是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把你們的畫面上面多增加一個啟動表單 這個我想前面做很多次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我程式讓它跑慢一點好了 不要一次 那我就直接在 在這邊好了 快速分類的項目這邊 設一個中斷點好了 中斷點就停在這裡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就是直接執行它 它的表單就跳出來了 跳出來之後的話 我選了一個 選一個產品好了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然後就跑到這裡來 那因為呢 我選的產品是5 所以傳遞過來是5對不對 然後先把它刪掉 有沒有 所以表單通通刪掉對不對 OK 再來的話呢 就移動到問題9 接下來的話 再複製一個 在R 因為R現在是傳遞過來是5 所以給它5 然後 再選哪一個 其實好像這一行是可以刪掉 沒關係 然後根據 根據第幾欄呢 其實因為R是5嘛 所以R過來是5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5 所以會移除重複的話呢 是根據第5欄 所以第5欄移除掉 然後你會發現 第5欄是產品 所以根據產品 就是這幾個 所以這家公司是賣什麼 賣這些東西 22寸螢幕 印表機 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電腦周邊 看出看得出來這一家公司 今年尾牙應該沒辦法辦 因為 賣這些東西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